今日解讀的书叫《美元真相》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跟踪美元 在世界各地的流转来讲述全球经济的运行 以及美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不过,作为中国读者 我最感兴趣的是它与中国有关的内容 你大概一样都想知道它有哪些内容与中国有关 打开书一看,都真是不少 比如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 因为美国购买中国商品是用美元支付的 中国出口企业收到美元之后 要将它兑换为人民币 这就涉及汇率制度的选择 以及中国的出口大于进口 就有了外汇储备 接下来,中国可能对外投资 例如在非洲修建铁路 就要将美元给到非洲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除了经济目标 还涉及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国际影响 美元到了非洲之后 非洲国家用它买粮食 美元又流向了印度 印度虽然是个农业大过 但是基础设施很落后 为了修建马路,需要进口原油 所以美元就去了伊拉克 伊拉克盛产石油 但是地区局势不稳定 需要进口武器 所以就将美元给去俄罗斯 俄罗斯的军火商拿到钱之后 为了资金安全和保持增值 决定投资房地产 美元又来到德国 就这样 这本书通过追踪美元的全球之旅 将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 与我们解释了关税汇略全球化等概念 同时展现了各个国家的经济特色和发展难题 例如中国面临的贸易战 印度的贫富差距 欧洲的老龄化等等 这本书不单止令我们了解经济全球化 这本书都是反映了中国经济成就 和风险的一面镜子 这本书的作者达伊西尼·大卫 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济记者 曾经做过经济学家 先后在英国政府部门 同会封投资银行工作过 他一直希望用直白的语言 向大家介绍经济学的奥妙 探究经济学对世界的影响 所以他放弃了金融机构的工作 从交易大厅走入新闻演播室 这些都是他写这本书的初冲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 不过在今天的解读里面 我们要聚焦美元真相这个主题 并将它与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我会分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为什么美元能够成为全球流通的货币 形成所谓的美元霸权 第二,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中 中国经济是怎样崛起的 第三,在中国经济崛起后 人民币可不可以挑战美元的地位 听完之后 你会知道为什么在美元霸权的笼罩之下 中国经济能够崛起 和中国要想摆脱美元霸权的话 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突破哪些障碍 好,首先我们来看美元 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流通的货币 它又是怎样保持这种优势 讲到这个问题 有个故事特别可以突显美元的特殊地位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美军攻入巴格达 当时伊拉克的总统撒达姆早就已经逃走去第二桌 美军在搜查中发现 萨达姆的行攻里面藏有大量美钞 总共有过亿美元 这里就很有意思 要知道从1990年代海湾战争以后 萨达姆就和美国任中较劲 直到美国下定决心推翻萨达姆 大家才发现 这个美国的宿地 最喜欢收藏的财富是美元 这个故事不是单一个案 因为从很多方面看 美元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货币 不管是日本的银行经理 还是巴拿马的旅游向导 甚至是墨西哥的贩毒分子 在交易中都会用到美元 很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 本国货币严重贬值 有钱人发现 保护积蓄的安全方式 是将钱换成美元 在世界政局不稳定的地方 救援人员发现 拿美元购买各种设备 是快速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有效方法 当然 美元用得最多的地方 是国际贸易和投资 正好之前提到的 无论是中国到非洲投资 还是尼日利亚向印度购买粮食 或者是伊拉克购买俄罗斯的武器 大家都会用到美元 因为美元是目前全球通用的计价标准 用它结算最方便 最可靠 最高效 可以说 美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货币 这样 美元为什么会成为世界货币呢 这个要从1944年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讲起 当时有40几个国家 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公园附近签订协议 同意用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标准 各国的货币和美元挂钩 汇率基本保持不变 同时 美国保证大家可以按35美元一旺斯的价格 向美国兑换黄金 以创造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 于是 美元作为 同黄金挂钩的国际贸易结算标准 就当上了世界货币 确立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 就是美国的经济实力 要知道 二战结束时 美国的工业产值 到世界的40% GDP世界一半多 黄金储备世界的34% 当时要想用一种货币来主导国际贸易 除了美元无更好的选择 不过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为替约国带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 最后就维持不了下去 因为在这个期间 美国发行的货币不断增加 而黄金储备越来越少 到后来 美国无法兑现35美元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 在1971年宣告美元和黄金脱钩 各国的汇率变成了自由浮动 此后在理论上说 美元就不再是世界货币 但实际上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 美元依然承担着世界货币的角色 就好像这本书说给我们知道 虽然美国经济总量 世界经济总量 已经不到14% 但是 在以外币支付的全球交易中 美元的比重高达87%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要从货币的本质去理解 过去 大家通常认为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它必须具有某种耐起价值 就好像用金银来铸造货币一样 但现在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 大家接受某种货币 是因为相信其他大家会接受它 接受它的范围越遠 这种货币越可靠 反之一种货币 不理是怎样产生的 只要大家不再信任它 它就会变得一民不值 这样 是什么决定大家对货币的信任呢? 过去是由金银这样贵金属的物理属性来决定的 但在现代社会里面 货币已经变成了由政府垄断发行的法定支付手段 它的信任感来源就变成了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社会整体状况的评估 换句话说 如果你觉得一个国家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政府不会赖帐 个人财产不会被随便剝夺 并且科技教育领先 你自然会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货币 以分享这个国家的资源和发展成就 而如果一个国家政治动荡 经济落后 缺乏安全和自由 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你就不远持有这个国家的货币 这种国和国之间在信任感上 被人的差异 是造成货币地位不同的根本原因 这样看来 美元能够保持世界货币的地位就不奇怪 虽然从二战结束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再到苏联解体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下降 但它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 是出类拔税的 所以美元还是会得到广泛的认可 当然其中都离不开美国政府的努力 例如这本书提到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国为了维持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1973年 和沙特阿拉伯签订协议 拿沙特的石油产品 必须用美元计价和交易 这很大程度上 帮助美元保住了原有地位 继续担当国际贸易中 最重要的结算标准 作为交换 美国都承诺会为沙特的国家安全 和地区稳定提供保障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总括来说 美元成为世界货币 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 又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软实力 简单来说 就是实力加美力的共同结果 对美元这种超级地位 有人称之为美元霸权 并将它与美国的对外战争联系起来 称之为货币战争 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 本书无造评判 但要提醒的是 在过去四十几年 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中 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成功 如果说美元霸权的意思 是用美元的地位 压制其他国家的发展 那么它对中国算是失败的 这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里面 中国经济是怎样割起的 我们都知道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从1978年到2020年 中国人均GDP从190美元增长到1万多美元 GDP从大约1500亿美元增加到接近15万亿美元 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移动宽大网络 拥有全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 还有汽车 钢铁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 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从一个穷国变成了经济大国 甚至与美国相提并论 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角色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视觉 故事可以从一个美国人的生活讲起 我们就叫他做艾伦 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来不开中国制造的商品 比如在Wallmart超市里面 到处都是来自中国的服装鞋舞 玩具 电子设备等 价格非常之低 被他带来了巨大的实惠 而中国商品之所以价钱低 主要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 例如在美国Wallmart给收银员的工资 是每小时13美元 而在中国的Wallmart分店 收银员的工资只有每小时2美元 好像这样的差距 各行各业都有 所以早在2002年 Wallmart为了利用中国的低成本优势 将他的全球购总部搬到去深圳 短短两年间 他从中国订购的商品价值猛增40% 在2004年以后的10年里面 Wallmart购买中国商品的支出几乎增长了两倍 达到每年500亿美元 他令无数中国商品涌入美国 填满了美国商店的货价 令美国人高兴禁去选购 由此可见 美国消费者的购买不单只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都影响着跨国公司的经营和国际贸易走向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 这一切的前提是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 因为在1978年以前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 强调自主发展 劳动力再多都不参与到国际分工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 逐步对外开放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其中大家公认最重要的步骤是 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件事宜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众所周知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要求中国清理不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 打破进出口贸易垄断 降低关税 减少外商投资障碍等等 为了对接国际惯例和规则 20年来中国清理了19万多件政策法规 进口平均关税从153%降低到74% 服务行业对外开放了 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格局 其中最显著的是中国外贸快速增长 外资源源不绝的涌入 在入市以后10年里面 中国一共吸引了外国投资7千多亿美元 增加了几十万家外资企业 几乎所有世界知名厂商 都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 结果拿标有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行销世界 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商品的高附加值环节 即是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都是人地把控的 中国只拿到相对低廉的人力工资 例如 有人统计 一部在中国组装的苹果手机 苹果公司要拿走60%左右的利润 再除去原材料和零件成本 中国只拿到18%的生产利润 赚的都是辛苦钱 但即使是这样 跨国公司的投资 对中国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 不单只提供先进设备 还要培训它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所以 它除了提供就业崗位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令到知识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个正正是发展中国家 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步骤 换句话说 好是艾伦金的外国消费者 当他们用美元 购买价廉物味的中国商品的时候 不单只通过国际贸易 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 都为中国经济发展 带来了强劲的动力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崛起和外贸增长是同步的 从2001年到2020年 中国进出口商品由5000亿美元增长到46万亿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一位 吸引外资都连续多年明列世界前茅 同此同时 中国的GDP世界排名从第六约居到第二 如果无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 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功 这样 美元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里面 到底扮演了什么的角色呢? 有人认为 它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 维护秩序稳定的作用 比如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这本书里面写道 幸好由美国提供了 哪里都信得过的美元硬通货 全球化先可以运转起来 跨国交易成本才这么低 如果无某种货币在全球范围内都信得过的 如果大家只是认黄金或白银作为支付货币 中国的外贸量不可能这么大 我们的出口不可能这么顺利 所以有美元做支付手段 就有了中国商品的到处出口 都有了中国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 这个是陈志武的看法 当然在我们看来 一方面 我们要承认美元的正面作用 同时更不能够否认中国的优势和努力 因为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之下 有些崎嶺国家都有丰富的劳动力 但是发展就及不上中国 可见中国的发展模式肯定是有独到之处 这样 中国发展模式在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里面 还能够发挥作用吗? 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 越来越难以回避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 人民币是否可以成为国际货币 或者换句话说 人民币要想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 还需要跨越哪些障碍呢?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 是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估算 未来十年左右 中国的GDP将会超过美国 虽然我们都知道GDP不等于财富总量 GDP和人均GDP不是一回事 但它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因为它令人民币挑战美元 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有什么好处呢? 就拿美元来说 因为它是世界普遍接受的货币 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说 只要开动印钞机 就可以用美元来换世界各国的商品 这样即使发生通货膨胀 都是由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来承担 这个就是世界范围的注币税 当然 即使我们不想收注币税 从规避风险 不被割韭菜的角度看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都是中国经济面向未来的重要目标 事实上 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努力着 例如 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和很多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包括英国、日本、俄罗斯等等 就是双方都获出一定数量的本国资金 在进口对方商品时 用本国货币支付 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还有中国参与建设金专国家的新开发、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等等 都是为了避开美元的影响 但到目前为止 人民币还是远远不是国际货币 比如2020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统计 中国、NDP全球比重18% 进出口贸易全球比重15% 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但是人民币在国际结算 和全球外汇储备里面的比重 只是的2%左右 相反 美国经济总量 世界经济总量不到14% 但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比 接近60% 在国际结算里面比超过80% 美元依然是国际贸易结算的标准货币 以及被视为世界动荡时的避风港 那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过成为世界货币 要有实力加魅力的双重之策 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看人民币 想要成为世界货币 还要越哪些障碍 先看魅力 从前面的比较可以看出 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和中国经济实力相比 是偏低的 所以首先要加强它的魅力 就是增加它对世界各国交易者 和投资者的吸引力 在这方面 根据一些学者和这本书的观点 人民币至少需要跨越两个障碍 首先是人民币不能够无条件兑换 比如对中国居民来说 每人每年只能够兑换五万美元的外币 超过限额 需要特殊审批 同样对外国居民 或者企业来说 在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时 可以购买的商品 或资产的范围 是有限制的 而美元 欧元 日元 等国际化货币 不存这些问题 它们之间 可以无条件的自由兑换 所以 将来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 必须走向自由兑换 因为大家使用某种国际化货币 就是为了便利 不能够自由兑换 意味着巨大的不方便 就无可能做到国际化 其次是人民币汇率不能够自由浮动 按照这本书的观点 在中美贸易里面 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 比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多 即是中国有贸易顺差的时候 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会更多 人民币的汇率都会随之上升 推动贸易平衡 但实际上 人民币汇率是基本稳定的 这个与西方期待的状态不同 都影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除此之外 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条件是中国经济增长 就好像前面提到的支撑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一样 是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硬实力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 因为经济是政治的体现 又是军事的保障 只有中国经济超越美国 人民币先有可能挑战美元的地位 这样中国怎样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并且超越美国呢? 简单概括就是四个字 改革开放 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展示了一个对比 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发展 以及劳布和美元的命运 要知道 从二战结束后到苏联解体前 苏联的综合国力是可以与美国抗衡的 但劳布的国际地位远远不及美元 那是为什么呢? 作者提到 苏联实行的是中央计划经济 来自莫斯科的指令 决定全国的生产和消费 所以 苏联经济的重点 不是生产本国人民需要的产品 而是生产军备竞赛的武器 并且由于冷战 苏联经济和世界市场隔绝 无动力生产出口商品 所以在商店的货家上 许多基本生活用品是长期短缺 民众排队购买商品的现象 私空见挂 这种发展的结果 不单是劳布不及美元 甚至连苏联本身都无法维细下去 走向衰亡 所以 我们应该记住两个教训 一是不能够与市场作对 二是不能够与世界隔绝 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够保持长期增长 凭规模优势超越美国 不过 即使有一天 中国GDP超越了美国 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依然很长 因为真正代表国家富裕程度的人均 GDP 想超越美国 还要更长的时间 更何况 除了经济上超越 还需要科技、文化、教育等远实力的发展 所以在短期里面 人民币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还是不现实 与其将它作为一项计划 不如将它体作指引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所以 中国的发展不单只要提高国家的实力 还要增添国家的魅力 这样才能够支撑人民币走向世界 以上就是关于这本书想表达的主要内容 重点是美元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货币 以及它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最后来回顾一下 再做一些补充 首先 美元成为世界货币 以及国际贸易结算标准 是因为相信它的人最多 而这种信任是以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为基础的 虽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面 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了很多 但综合实力还是遥遥领先 所以 它在国际货币体系里面的地位居高不下 我们只要记住 世界货币是实力加美力的共同结果 就能够看清美元霸权的本质 其次是 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里面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国际贸易 得到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 和技术转移 并通过大量出口商品 完成了产业升级 在这个过程里面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 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了投资效率 再推了中国发展 当然 这里要补充的是中国经济成功 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优势和努力 因为在国际环境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突飞猛进 肯定有独到之处 这本书间接讲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差异 他认为印度在和中国的竞争中落于下风 最明显的差距是基础设施落后 政府效率低下 营商环境复杂 而这些方面 正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发扬的优点 最后是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过去这段时间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 人民币国际地位有了提高 但还不能够与美元相比 甚至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不相配 那是因为在提供自由便利方面 人民币来国际化的要求还有差距 中国要想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比人民币有成为世界货币的可能 还要在经济增长和提高远实力上继续努力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 你可以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